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出演将近20部影视剧作品了 但大部分都是属于没有水花的 一小部分会因为角色出彩而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他参演了约会专家《情时明月》《匆匆那年》《青秋胡传》 说《结婚为什么》《泽天际》等诸多有知名度的电视剧作品 但在这些作品中 尤静如的存在感都不高 他存在感最高的一次参演 应该是《春风十里不如你》 在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中 尤静如搭档张一山和周冬雨 在其中出演了《女二号赵英男》 颜值和演技都相当出彩 因为角色人设有些心机 后期还直接被很多网友私信开骂 虽然他的角色人设在剧中并不讨喜 但是尤静如在剧中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 参演这部剧出演赵英男 应该是他职业生涯中存在感最高的一段时间了 只可惜 剧结束了 张一山依旧是实力派演员 周冬雨成了年轻的大满贯影后 而尤静如还是回归了小透明的生活 然而 在2020年 尤静如三任女主角 出演了网剧《女士子》 和赵英男不同 他在这部古装剧中 出演的女士子 和之前的角色 风格久异 是个油腔滑脚 古灵精怪的角色 同时还具备 女扮男装的英气和好看 不管是演技 还是颜值 是女扮男装 还是恢复女装 他都能够驾驭 只可惜 这部网剧 没有流量艺人 没有其他 更有知名度的演员参演 所以尽管她表现不错 但播出之后 依旧反响平平 之后她又参演了 《非常目击》等作品 但关注度 同样很低 出道至今 作为一名女艺人 尤静如的颜值 是在线的 而且可甜可言 但就是曝光度 太低了 以至于平时在圈中 就是一个小透明一样的存在 作为一名女演员 尤静如的实力 也是在线的 甚至还有些出众 但参演的作品 大多都不是特别优质的资源 因此得不到 太多的关注 如果都是像 《春风十里不如你》 这样阵容的作品 她也不至于 现在还没有火 只能够说 资源不好 所以也就不存在 什么小火和大火了 先提高知名度 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表演类 综艺节目那么多 尤静如 也可以考虑一下了 关于尤静如 大家对她印象最深的一个角色 是什么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替耳 反正 尤静如